寒假即将来临 张宪县政府考量到这段期间 包括了低收入户、中收入户、家庭徒遭变故 或者是经由导师家庭访试所认定的学生等等 还是很需要有完整的营养照顾 于是是用心规划提供了幸福餐券 希望在寒假期间能够守护这些孩子们的健康 也温暖他们的心 幸福餐券好安心 美好彰化守护民族 彰化县长王惠美与五大超商及社工共同宣誓 幸福餐券的送暖行动正式展开 展现共同守护彰化子弟的决心 平穿客制马超值穿主不用等 超商就一点多取餐抽便利 乌萊峰健康餐在地食材熊盖帐 寒假即将来临 彰化县政府对于孩子的照顾 除了我们在平常上课时间提供给他们多元的学习 对于在寒假期间我们也担心我们这些弱势的孩子们 他的这个营养不足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整合了五大超商 那共同把我们原本的一个餐券能够加值 彰化县政府为了协助困苦家庭的学子 在寒假能吃得健康 规划了幸福餐券 每张补助50元 但五大超商为了让孩子吃得更饱 用心搭配 让学童可以兑换55至60元的优惠套餐或便当 那最主要是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整合 让孩子们能够吃到 符合我们国教署所规范的 包括他的蛋品在10到20% 包括他的油脂20到30% 包括他的这个糖水 他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 让孩子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快乐 那也可以减轻家庭的一个这个负担 这次寒假幸福餐券 补助约1624万元 社会学生数约有1868人 今年由教育处及社会处积极整合资源 期望以具体行动 帮助需要协助的孩子 让他们除了吃得健康 更能安心学习 借了熊心消化线采访报道